大家好,我是赛艇队长 最近满江红大火是吧 前天聊过一个流量地球的 那么今天聊满江红 但是我还是我没看这个电影啊 聊聊满江红这首词 就是怒发冲冠平栏处 萧萧雨街这首词 那说起他呢 他作者是谁呢 咱们都会第一时间说 这不岳飞吗 不过其实咱们打开搜索工具 会看到这样一行字 就是一般认为是宋代抗金将领 岳飞的词作 一般是啥概念 就是多数人的观点 还有一部分认为 这这首词他不是岳飞写的 换言之是有人打着岳飞的名义写的 时间呢 就这个就是前段时间吧 包括说这前段时间也是 也是那个 这最近这一百多年了 很多专家学者是对他有有所怀疑 而且怀疑的理由呢 也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比如说像晚清民国的学者 于家西 他就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疑问 就是这首满江红啊 他很出名 但是他真正开始流传的是明朝中叶之后 红治15年 也就是1502年 当时明朝有一个叫赵宽的官员 收写了满江红 而且刻碑于这个西湖畔的岳王庙 那么嘉靖15年 这徐坚呢 为了给岳飞啊 编了一个作品集啊 岳五目一文 就是五目一书 是吧 这是岳五目一文啊 跟那五目一书没关系啊 跟郭靖那没关系啊 那这个五目一文里边就收录着这首词啊 署名是岳飞 这就广为人知 而赵宽啊 所书这个慈悲之前 也就是在明朝之前的朝代 元朝宋朝 尤其是南宋 没见到有文献资料的记载 你看岳飞死之后啊 岳飞的儿子岳林啊 和孙子岳科 他们是在不遗余力的搜集岳飞生贤的作品 然后写了什么什么岳王家集啊 什么那个金陀词编 但是这两本集子都没有收录满江红 如果说啊 岳林啊 岳科他们有遗漏 那么宋朝元朝这些人的文献当中也没有记载 那么这首词就被 是吧 血藏了 有这可能吗 有这个疑问呢 就有很多人啊 过来补充啊 就是他们的武器呢 就是这首词当中的细节 比如说这个研究宋词的大师啊 夏成涛先生 他就是这么一位 因为满江红里边有这么一句嘛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区 贺兰山在哪呀 在宁夏呀 岳飞直岛那黄龙在哪 在吉林 所以那这不就犯了地理常识上的错误吗 是吧 那么岳飞呢 而且就是说岳飞这个人呢 也写过其他的文学作品 慈丰和满江红 那真的是完全的不同 我随便说两个啊 随便说两个 有一个比较有名的 欲将心事赴摇琴 知音少 弦断有谁听 这是岳飞写的 还有什么呢 何日提携 不是 何日请英 提锐吕 一边直渡 清河落 雀归来 再续 汉阳游 其黄鹤 今年尘 今年尘土 满征一 这个什么 我忘了 反正你就听这几句就得了 你是掉链子的 忘了 那么 你会看到啊 就是他的整体兴奋风格怎么样 和这满江红大不相同吧 所以很有可能是后人编的 为了让作品能出名 就给他冠上了这个岳飞的署名 是吧 这里边比较有名的就是 这不是没干过呀 你看那个六世达赖 六世达赖喇叭 苍江家措 是吧 那后人说的写情诗嘛 有首诗叫什么 那一世 我转山转水转佛塔 不畏修来生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是吧 这首诗其实是歌词 跟苍阳家措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是你看他 而且你看就是 这个行文 什么转山转水转佛塔 这行文就是他的语句 都和我们现代人说话 很像 你读着一点都不晦涩难懂 是吧 如果说 你要是真相信 这是苍阳家措写的 那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那么 其实上面说的这些质疑 主要是有三个方面 就首先是 你时间对不上 再一个你地理上有错误 然后第三就是说 你的这个行文和其他的风格 就完全不一样 那其实对于岳飞的支持者而言 这三条啊 也都好破解 首先 岳飞死之后 家产被超莫 他的家属被发配到这个 岭南福建 对吧 那么在这场劫难当中 岳飞的诗词也没能幸免 他们呢 有的被查封 有的被没收 销毁 这就造成了有一部分诗词 遗失了 对吧 那么满江洪很有可能在其中啊 而在这个后人那个挖掘 为什么在明朝中期在流传 可能也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因为 1449年啊 对吧 1450的前一年啊 1449年 这个明朝在北伐瓦剌的时候 遭遇了土木堡之变 明军伤亡过半 然后英宗北寿 英宗朱锡镇被蒙古人俘虏 明朝上下 那是激起了巨大的激荡啊 要不是因为千尔大爷 保卫北京 那明朝可能就几世而亡了啊 就 这中原文明就再一次被这个 是吧 那个游武民族所蹂躏了 那你说 皇上被俘 哎 明朝人 这也是心里有愤啊 愤怒的那个愤啊 所以你看 就是这一幕和北宋何其相似啊 所以这个时候 哎 那个岳飞的那个满江洪 被挖掘出来啊 被流 就是流传开来 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对吧 这好比说一些歌曲啊 啊 还有什么一些其他东西 就是呃 本来不闻不火啊 在一个小圈子里边流传 但是借助一些网络平台 在特定的场合就产生了一个特定的效应 然后广泛传播 你看杜甫 他说杜甫 杜甫一生写了一千五百多首诗 但是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一首诗出名 跟他同时代的什么 李白高士王维 跟他们一比 那杜甫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是吧 公公号小号 他没几个粉丝 一直到他去世的几十年后 那当时这个袁枕发现了他的作品 这才惊为天人呢 就是世上还有如此优秀的诗人吗 然后亲自给杜甫写这个穆志明 上伯风骚下该审颜夺苏理 弃吞曹流 眼言谢之孤高 达徐渝之流利 诗人以来 未有如辞美者 杜甫自辞美啊 那么唐宋八大家之一 韩玉啊 那只手啊 韩玉他也说 李渡文章在 光艳万丈长 那杜甫这样的诗人 他的作品啊 会在死后的几十年才出现 那你说满江红 他写出来之后 然后几百年才传开 中间什么 那宋墨呀 袁墨呀 经过两个乱世啊 这可能就是作品这一诗一回 再一诗一回 然后才被人发现 才流传开 这也未尝不可嘛 对不对 另外啊 这个词当中的贺兰山 也可以是那种 借欲敌境的一种说法 对吧 退步讲 哪怕是不是 那么历史上 这贺兰山呢 也并非是宁下一处 江西 赣州 河北 瓷县都有这个名 其中河北 瓷县的贺兰山 他东面就是车技官 车技官是有很 很重要的战略地位的 南控中原 北上 惊辉 说的就是这 那么史料记载 这个靖康元年 就是126年 这个 岳飞呢 就驻军 磁州 而且以贺兰山为北部防线 所以这样来看 你要是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区的话 那么完全符合逻辑 另外你说这诗人啊 多变的这个风格啊 也好理解呀 对吧 总不能说啊 就是说你是豪放派的 然后就不能写那个 婉约风格的诗词 对不对 苏氏也写过呀 苏氏这边写过 老夫辽发少年狂 那边写什么 十年生死两万亡 李清照也写过呀 啊 他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七七彩散七七 还写什么 生当做人节 死亦为鬼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 咱得去采访那个赵宽啊 问他是怎么得到满江红的啊 其实呃 这个问题呢 也呃 也不该着他问 因为早在赵宽之前啊 就是14 呃 是是是多少年呢 反正是赵宽之前吧 当时有一个呃 汤阴的秀才 这个王熙 就在当时岳飞的庙里边啊 就写了满江红的慈悲 那么王熙自己注解说 这个就是岳飞的作品 那么 王熙是从哪儿得到这首满江红的 这不得而知 不过王熙世代居住在汤阴 是吧 那么岳飞就是汤阴县的人 所以他应该没那个胆子和能力去道假 所以呢 首先上面说的这些啊 都是关于满江红一些不太完整的推断 如果是有关嗯满江红流传的他这个线索 如果是一直不理清楚的话 那么关于他质疑的声音就会一直存在 那说完这些 哎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 就是满江红到底是不是岳飞写的呢 我只能说他可能是 嗯 但是应该是后人呢 做出了很多的改动 满江红的主题是什么 直到黄龙赢回二胜 以血敬康之史 敬康尺有位血啊 对吧 以血敬康之史 但是哎 皇帝不干啊 所以你要什么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啊 所以岳飞很愤怒啊 他空碑切 他朝天去 对吧 那么实际上啊 和评书里说的不一样 宋高宗召够 他并不害怕赢回二胜 因为你可以看看这个 就是宋徽宗退位之后 他和他儿子宋亲宗之间的关系 这个如果徽宗啊 有书信交给儿子的话 都是自称老卓 然后管宋亲宗叫陛下 那个宋徽宗手里呢 当时是还自己还有点钱 私房钱 就会说那个他手底下的人吧 啊 这个仆人呢 还是说这个皇上派来的人呢 会来看这个太上皇吧 然后他会拿点红包来 给这些拜访的人 但是宋亲宗知道之后 下令 凡是受过我爸赏赐的 赶紧的 对吧 把这个红包老老实实的交给我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 怕你这个太上皇在拉拢人心 然后这些人真的收了您太上皇的好处 到时候不听我的怎么办 所以我我我把这些钱我还是都收回来了 对吧 那么像那个这个金兵南下的时候 当时宋徽宗跟宋亲宗说啊 说这个金国人呢 就是他去略啊 这形势严峻 所以呢 孩子您这个留在京城处理国事 我呢 去洛阳帮你练兵啊 分担国防压力 怎么样 但是当时的宰相吴敏立刻就劝宋亲宗说 你爸据说不安分啊 他想发展自己的小兵团啊 所以现在好不容易 哎 他现在在京城 你能让他跑了吗 你每天给他供好吃供好喝 这就算是尽孝了 千万别让他有机会管理军队 所以呢 那宋亲宗呢 身以为然 于是解 于是就否决了这太上皇的敌意 最后啊 呃 宋亲宗还鼓励大家伙 举报啊 给这个太上皇 这个通风报信的人 是吧 那抓到了就是重重有赏啊 所以呢 那个两宫被抓的 大概是前能有半年的时间吧 这两宫是一点联系都没有 所以你这么看 就是说 呃 宋徽宗在朝堂上混了二十多年 他早就有自己的经营势力了 但是哪怕是这样 他退位之后 那就是一招 你不说是富为 呃 就是富为良民也差不多吧 多吧 对吧 等于说一点权力 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了 他干了二十多年 他退位之后都这样 那 这二圣还朝 还能威胁到宋高宗的统治吗 啊 别闹了 啊 所以那个 你看那满江湖那这个主题 他肯定是做出了很大的感动 另外啊 就是你看那句话 靖康齿 游位雪 陈子汉 何时灭 这几句话 绝对是后人 胡周的 宋朝 一直称之 不是为靖康之齿 而是靖康之变 宋徽宗和宋钦宗 是北守 两个人到北边 打猎去了 这绝不是国耻 后来宋朝历次北伐 也没有打着什么雪耻啊 给二帝报仇的这个旗号 至少是这个在宋朝啊 官方对外宣传的口径里 这起事件绝对不丢人 那如果岳飞这么写的话 就等于是指着鼻子骂皇上 你爹 你哥 给别人家当奴才 是吧 那 那还有那谁啊 还有那个伪贤妃啊 伪太后啊 对吧 啊 你妈被经过人强奸了 啊 还给你生了个那个通母义父的弟弟 啊 那 等于是他指着皇上鼻子说这些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岳飞死 一点都不冤 那 而如果说 哎 这几句话 靖康尺游未雪 陈子汉何时灭 这几句话要是没了的话 我们会发现这整首词也没有灵魂了 啊 他们可以说是这首词的词胆呢 所以我说这 作者是岳飞 只能是有可能 但即便作者真的是他 那也是被改动过 好了 那关于这满江红到底是谁写的 咱们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 反正不是我写的 是吧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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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